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是你们的黄老师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那也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那昨天晚上也是由于我们的一个非农的一个数据 把我们该有该有的这样的一些行情的关键位置都有给拉出来 所以说面对于今天的一个盘面整体的一些机会也是蛮多的 今天的一些高分权重的机会都蛮多 那包括昨天讲到的一些早盘的重要机会 包括我们的英镑黄金以及欧元都是成功的走出来了 也是包括我们的原油 给大家讲的是做它的一个震荡区间的多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那空点也是完美走出来了 将近100点的这样的一个利润 那包括黄金也是那个通道走出来了200点 所以说那今天的一个行情的话呢 仍然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产品去做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直盘每日4小时的一个盘面 那每日的话呢 当下的一个结构上来讲的话呢 也是比较清楚 我们只研究什么最新的两笔走势 那这边的话呢是一笔上涨 对不对啊上涨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了一笔逆动能 那这一笔再爬上来的时候的话呢 那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回档的一个空点 回档的一个空 那这个回档的空的话呢 它是4小时级别的 而且的话呢是一个权重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权重的一个机会呢 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几个细节点 第一点啊这一笔直直的爬上来对不对啊 它对于4小时级别来讲 它这个力度能还是比较怎么样 还是比较强势的啊 这样的一个力度能 而且的话呢这样的一个空啊对不对 前期的话呢又是什么啊 这样的一个什么交易密集区的啊 这样的一个位置对不对 所以说那这个位置再次啊爬上来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肯定啊不用犹豫的 肯定是要去做它的一个空啊 短期的话呢先看这个区间的一个震荡啊 所以说这个位置只要是给到了 我们避空的啊一个位置 好那除了我们的一个每日之外的话呢 还有我们的一个原油对不对啊 那原油的话呢 昨天啊也跟大家讲了啊 当前的一个走势的一个结构是什么啊 所以说当下的话呢 我们研究的是什么 也是啊它当下的几笔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小时的一个盘面啊 这边是一笔上涨的一个趋势对不对啊 走了一个什么加减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一大笔啊 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什么 很强的一个力度能 那在这一笔再爬上来的时候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什么 我们去做它的一个什么 一小时或者是什么 四小时盘面的一个什么 回挡的一个空点啊 那在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细节要跟大家去讲一下 也就是说当下这一段的一个走势 是比较关键的 那当下这一笔走势 它走了一个什么 楔形整理的啊 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啊 楔形整理的状态 那经常做交易的 经常面对盘面的 那应该对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不陌生的 对不对 那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走势 它走不远啊 它爬不远 对不对 如果说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了 它这一笔冲上来啊 在这个位置 直直到这样的冲上来 那这个位置的空啊 全中就更高了啊 这个位置的空全中就更高 所以说到了这个位置 我们也是什么 避空的啊 避空的一个回档的啊 四小时也是一样的啊 比较好看的一个空点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 它的一个进场位啊 止损位都是比较明确的了 好那当下的话呢 还有我们的一个黄金 那黄金依然是参考我们什么啊 一小时的这个通道的这个结构啊 对不对 那昨天也是跟大家讲了 这个位置去做多啊 让大家去做多啊 也是重点强调过的一个多点 那今天的话呢 这一笔上来啊 这一笔上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做什么 去做通道的一个空点啊 也是做通道的一个空 差不多也是在颈线的位置 跟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可以分批去进场啊 去进场没有任何问题 那当下的话呢 还有一个细节啊 我们看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通道的一个 这个这个空间内啊 这样的一个局部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位置它当下走的是一个什么啊 是一个镰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啊 当下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先去做它这一个多啊 先去做黄金的这一笔多 上来之后再去空啊 问题不大啊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一笔上来这么强势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位置再直接下来 这样的概率非常的小啊 这个位置去做它的一个镰刀多 上来的去做它一个通道多啊 很完美的操作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啊 去布下去看一下 好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早盘的全部内容了 那对我们阿萨社区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助理小Y啊 取得联系 来到我们的学习班一起学习也是可以的 那今天的话呢 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 我们下周一再见